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两个独立母体的中位数减定 那么使用的是Wixen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称为Wixen Ransom Test Rank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做排序 Sum是什么呢 组合就是把它总和在一起 这个方法的话 跟我们前面的Scientist 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观念是很接近的 前面那个地方 我们只比大小 大就是正 小就是负 那么大很多跟大很少 他都把它视为一致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更加的精密了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说比较 算是Scientist的一个改良方法 他针对什么呢 两个独立母体的减定中位数 那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独立母体的减定 我们以前是 在母数的时候 是独立母体体减定 独立的母体体减定 这个以前是减定什么 减定μ 这个是减定ε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一个 对应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要求 我们只要求的是 顺序尺度以上就可以了 我们不是用要求到了 很高的一个尺度的范围 我们只要 只要是顺序尺度都可以做 那么也就是说 要求不高 但是我们做起来的话 是很方便 大家的理论基础就是说 母体如果说 其实是一致的话 它的观察值的等级和 应该会很接近 万一这两个等级和 差距很远的话 那么表示 两个母体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倾向于去拒绝 用这个观念来做 可是同学还可能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rank sum 来很简单 拿一个例题来 同学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减定的方法 它的流程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目标是减定 第一个母体的这个中位数 跟这个第二母体的中位数 是不是相等 那么现在这一部分 是它一部分的抽样 那么这是第二个部分的抽样 那这两个N1跟N2不需要一样 因为它是个独立的一个 一个样本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混合 再排序 我们去做混合的排序 把它混在一起 一起来 从最小排到最大 假设这个总和全部叫做N 有N笔资料的话 那么我们遇到同分怎么做 用平均的等级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边叫1落在这边 2落在这边 3落在这边 然后7落在这边 8也一样 7 8这两个数字 按照顺序的排的话 我发现它是同分的时候 我们各给7.5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算呢 我们不可以把它直接去掉 是因为我们希望怎么做呢 等级的和 W1跟W2 这是W1的 这是W2 它的等级的总和 我希望的是 从头到尾总共有N笔的话 我希望它的总和都一样 二分之N乘上N加E 如果说直接去掉的话 就不会得到这个总和了 所以我们遇到同分的时候 就均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样去 这个去 这个减定这个统计量呢 小样本的时候 去查Wixson表 事实上来说 这个很这种题目很少用 大样本的时候 就用常态来做 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说少呢 等一下我再告诉各位同学 那么 针对W1 W1来说的话呢 是第一个样本的等级和 它会符合 叫做常态 这是它的μ 那注意的是 N1加N2 我们就称为N了 就是N加E 这是N1乘N2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变异数 这是变异数 所以这是μ 这是σ平方 我们视为变异数 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统计量 可以把它改为 Z分配来做 Z分配来查表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准备要做一个立体 但是我们再三的丁宁同学的话呢 有几个重点 必须要知道 第一个 独立母体的比较 刚刚那个Wixson的话呢 是专门做独立母体 所以它不需要做对应 不会像前面一样 就是说要一个比一个 一个比一个 正加还是减 它现在的话呢 是独立的母体 我们就混了混排就可以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只要其中一组的样本 大于十 怎么样 就称为大样本 我们之所以说 几乎所有的题目 都是大样本 就是因为 只要是其中一组 样本是十个 就是大样本了 所以大部分都一样 都是大样本 那么 我们现在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就找 样本数比较小的来做 就可以了 统计量为等级核 等级核就是 等级 我们把它给了等级之后的 总和就对了 那后面看例子会比较清楚 那记得了 这个是 它的W的相对的是 mu 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这是统计量 这是标准差 我们开了一个平方根 十二分之 n1 n2 然后这边是n加1 好 我们交到这个地方 拿一个例题来 比较清楚怎么做 现在我们来看看 Wickson的Ransom Test Ransom Test的话呢 排序间总和 好 看看 假设两群 一共有21名妇女 一群长期服用荷尔蒙 一群服用安慰剂 我们来记录 它的这个更年期的状况 在显著水准0.5之下 我们希望用的是什么呢 Ransom Test 检印定 是不是这两个母体 是一样的 如果是 Eta1 等于Eta2 代表什么意思 这荷尔蒙药就是 跟安慰剂没两样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 当然就要 按照顺序排 这个地方 没有排很 没有照顺序的话 我们也要小心的处理 最小的是多少 1 我这边就写一个1 再过来按照顺序来看 第二小 在这边 第三呢 在这里 再过来 第四 第五 第六 这边的话呢 第七 这边是50.8 我们继续写下去 第八就在这边了 第九呢 这里 第十 这里 第十一到这里来了 51.8 然后这是12 再过来 52 13 14 这边 这边是15 再大一点就是 这边是16 17 18 19 这边是20 在这里 这边21 好 我们全部都按照顺序排了 这个总和就多少 这个全部加起来 这叫W1 这叫做W2 来 W的话呢 我们取这个少的好了 这个 3加1加8 全部加起来是多少 110 那么 它 所 要的这个统计量 我们前面的话 有介绍过了 因为这是一个大样本 大样本 我们把它的统计量算出来 它相对的μ是多少 2分之 N1 乘上 N加1 N加1 这是21 比资料 所以这是22 N1有几个 有10个 所以这里是110 那么 那么 Sigma呢 Sigma相当于 就是标准差 12分之 N1 N2 N1是10个 这里是11个 N加1 这里是22 所以我们的标准差 用的是什么 14.2 那么 现在要减定谁呢 减定的是用Z减定的方式去做 那来 我们用Z Z等于W 就是这个 减掉μ 除以Sigma 100亿 减掉100亿 除以14.2 0 0代表什么 非常的中心 非常的中心 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的是 结论 不显著 是代表的是 这两个是 没什么差别 这个题目啊 Wixon RankSum Test的话呢 专门检定 两群体的 统计量的中位数的差异 那么 原来是不是常态 不需要要求 那这个是我们 觉得是最方便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 统计量 记得 这是相当于 它的μ的一个数值 这个是相当于 是它的 Sigma的平方的 这个数值 那么 我们也提醒各位同学 只要是N 大于10 就叫做大样本 所以 几乎所有的题目 都是大样本